所以他們兩位 所講的這個網路的事情 比起來佩珍比較嚴重對不對 我的有比較嚴重嗎 小青哥比較嚴重吧 因為當事人在一點都不介意 佩珍 妳要斟酌一下啦 看哪裡需要修正 真的喔 現在可以... 就是可以剪是不是 還是我現在想一個別的 真的嗎 有別的嗎 沒有 準備一下 所以妳這次在電影當中 演的角色 未婚 那妳有給范小萱一些 家庭主婦的絕望的感覺 的建議嗎 我完全沒有耶 而且我一直在害他 我真的一直在害他 因為他已經演得很好了 他就是一直... 就是那種很沉悶 每天就是日復一日的那種 家庭主婦又要上班 又要弄小孩很累 然後我是那一種很Hyper 然後動不動就是要落英文 Key都比他高八度的那種 講話又很快 所以他常就是會被我弄到笑場 然後導演都會忍不住過來說 好了 佩珍不要再弄他了 我就說我真的沒有 可是這每一半他看到我 就會覺得說怎麼那麼好笑 所以這個戲到底是悲慘的還是... 其實它是一個... 有笑有淚 對 它其實是喜劇的類型 真的嗎 是 可是裡面很多 它不是很悲情的 而是一種釋懷 大家在一些幽默的 還有一些生活的一些情節當中 慢慢去把情感傳遞 李維維跟柯... 宇倫 然後你自己是一個人對不對 沒有 我是跟夏宇喬 他是演我的未婚妻 OK 然後任賢齊跟範小萱 演一對夫婦 我們先把明天記帶上我的片段 播給他 我要為了你們 好好照顧你們 愛護你們 甚至做出付出 奉獻還有犧牲 所以這一次我一定會 唱唱九九 我把桑桑丟在佳樂福了 我只是很害怕 害怕我的人生就這樣子 就這樣走下去了 記得喔 她不要就算了 沒妳就對了 拜託 對...對不起 娘炮 通常結婚的人都多就一次啊 阿鳳 剛剛大誠還要過來問你喔 我真的很喜歡你 我不會讓你傳幫的 我不會傳幫的 我已經結婚了 你在幹什麼 你算你 人生也許不一定是你想得很清楚 她就一定很順利了 我想得清 就是我以為是那種很悲慘的那個 她是很生活 然後很溫柔的進入劇情 可是我必須要講 電影裡面的你還是很漂亮啊 就是跟什麼絕望的家庭 主婦是好像沒有連在一起的耶 你去看了就知道啦 她只是穿了好像一般那種 業務代表的服裝嘛 對不對 我的服裝就有兩套 就制服跟睡衣 然後劇中妳就是一直跟先生求婚 他都不理妳這樣子 有兩次吧 因為覺得好像婚姻到了一個瓶頸 是不是應該剩下一個會 怎麼去改善兩個夫妻間 有點平淡淡如水的那種關係這樣 你們不需要一直看著我 一直想喝掉 一直看著我 在乳水 好厲害喔 不是 你們都把眼睛 小心翼翼的這樣盯著我看 不只認真在講述 我們兩個的劇情的關係 然後他是想說 很多人都說 多剩一個小孩 讓夫妻之間的關係更緊密 是 所以那在戲裡面 宣學有像我求愛的那個過程這樣 妳演的是 就是你們的婚姻當中就是 一個是男同志 一個是女同志 對 然後那妳也有去真實生活中 找女同志來參考妳演出的方法嗎 就是我好朋友 有一個好朋友是女同志 OK 對 可是我自己都很少聽說是有這種 有極端到一個男同志跟一個女同志 結婚的這種案例 其實那時候導演說 我跟柯宇倫的這對夫妻 就是我們要表現的是 其實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不正常 但是事實上我們兩個卻處得 非常的融洽 就是... 只是有一個婚姻關係對外做交代 可是實際上... 對 可是其實我們兩個是非常合的 我們兩個生活是非常的高興 就是可能我玩我的 他玩他的 然後大家看起來好像 一個是男同志 一個女同志 但是事實上我們兩個很合 我們什麼都會講 什麼都會幫助對方 起碼是好朋友的關係 范曉萱這幾年演電影的時候 好像很勇敢的接了一些角色耶 像那個龍門飛甲妳的... 本來沒有想像妳會演的那種 就是妳接戲的時候 妳已經不再害怕了嗎 好像冒險一樣 妳都不知道 下一個來找妳的是什麼角色 所以當這一次李烈跟導演 說要找妳演一個 絕望的家庭主婦之後 妳就立刻說好 我覺得他們很冒險 我不覺得我辦得到 妳當時聽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為什麼不立刻Pass給我 I'm from now 一直Pass給妳 可是任天前期也是 直接就接了嗎 沒有掙扎的接了一個 要出櫃的已婚男子 一開始是想先看劇本 因為我覺得同志的電影 如果說是強調在情慾 或是一些比較激烈 或是比較壓抑那種 強烈的狀況下 我會想想看我能不能演好她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劇本 然後跟導演跟烈姐聊天之後 我們就... 我就... 只是我問說我老婆會是誰啊 他們跟他萱萱的時候我也是 我們兩個有沒有化學效應 因為我覺得... 我是看著萱萱長大的 我也是看著妳長大的 對... 我們是同期嗎 我們是同期 但是年紀差很多 因為那時候她是 以小魔女的那個... 身分出道 就是大家都要上那個百戰百勝 然後小琪哥就會在裡面 當魔王 對 然後她就會教大家 然後說不要緊張啊 等一下妳就怎麼樣怎麼樣 也沒有啦 所以你有做功課 去Gay Bar找範本 當時我是想觀察一下 導演希望我成為 哪一個類型的同志 導演他們很信心 那烈姐每天叫那個化妝師 幫我夾睫毛 她說我看起來稍微眼睛遠一點 因為我單縫眼 看起來就很兇有沒有 她省眉毛 把頭髮弄得... 自然的呆瓜這樣子 有一點瀏海這樣 對 然後就把我的整個輪廓 都破壞掉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 怎麼會這麼難開 我同志都破壞都很帥的啊 我看到石頭之後我就... 過了開了 她那邊是製作啊 可是她很詩情耶 怎麼都不像五月天的 在台上談其他的人 石頭是這個才算是第二部電影嗎 這算是正式的 之前星空其實也還是客串 等於才是真正的第一部電影 對 第一部也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幾個片段 已經感覺演技非常好耶 謝謝 比丞翰電影已經演了十幾部戲 然後就... 沒有到十幾部啦 不是 因為為什麼她才第一部 感覺就這麼有生命力啊 對 那可能就是她有天分嘛 其實妳的造型滿適合我們戲的 對啊 現在的... 但是我平常... 配合這個眼妝嗎 配合這個眼妝又太重了 這樣子的妳 有出現在台北市的鬧區 然後妳說別人認不出來是石頭 對 那大賣場 好多人喔 如果是現在妳的造型 把妳放到網路上去 是會很多人尖叫的那種是不是 尖叫不至於啦 但是會有人過來要... 你追打是不是 大家就是一定就立刻認出來是你 對 要錢嗎 然後只要把那個衣服跟頭髮改了 大家就認不出來是你 我上次在大賣場拍的時候 沒有人認出來 是因為那個時段 去的都是比較年長的人吧 也有可能 但是也有像我們這樣子的年紀 經過我身邊也沒有認出來 你有故意處在他們面前 讓他們看見 有 我就是很安靜的啊 在那邊 然後看著那個貨架上面的產品 然後看看他們這樣 他們也沒有感覺 可是不被民眾認出來 你有覺得很失落嗎 不會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另外太失落還趕過去說 先生 他轉過來這樣 你不讓演戲嗎 你不讓演戲嗎 可是他幹嘛要演戲 好玩吧 挑戰吧 你想要當演員嗎 我覺得滿好玩的 OK 那小萱也是想要當演員是嗎 也是覺得很好玩 上次我們訪問費翔 他客串演了一個巫師嘛 然後他說 作為偶像歌手去演戲 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偶像歌手在台上 隨便摸一下頭髮 或者唱完一首歌 就是全場都尖叫 然後大家就叫好愛你啊什麼 這樣沒完沒了 然後他說在片場演戲 拍完 導演就說卡 然後他就等說掌聲呢 尖叫 然後沒有 然後導演就說下一個 就這樣 他說他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種 冷淡的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演出 到底是有獲得好費 因為你們幾位就是在舞台... 如果在演唱會中 就是隨便幹嘛 就是大家尖叫的人 重點是 就是你自己表演或是唱片 你都知道你是怎麼表演的 你會用哪個take 可是你演電影 你是...真的是你是其中一員 最後他要怎麼剪 選哪一個take 可能不是你覺得裡面最好 所以這樣就更沒有自主的感覺 但就覺得把自己在那段時間 交給別人是很輕鬆的 我覺得費翔之所以會那麼失落 是因為他的角色 真的演起來比較吃力 因為他們演完就是 滿生活化的人物 可是費翔在片中 就是這樣 高天狗狗才有狀態 所以他演完他可能會想說 到底... 怎麼樣的狀況 他可能很秀別人 對...你這樣講也有道理 就是 因為任誰演完那個角色 都會有比較虛吧 你知道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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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